杨戕個愛 各位同心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由楊婷軒 蔣獅師帶來演講 請掌聲歡迎 謝謝 各位同心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有需要睡嗎 有 要睡嗎 有躲 躲骨 吼 睡嗎 剛才有吃到飽嗎 有啦 現在經過昨天 然後跟今天這樣一天 大家感覺 對台灣民政府 還有台灣的法理地位 有實際 有 還是覺得朦朦朧朧朧 有覺得混亂嗎 沒有 都這麼厲害 我 剛開始來上初高級上完的時候 我也是一頭霧水 我搞得比較清楚的時候 是去考郡守 有聽過郡守嗎 有 考完郡守之後 有讀書之後 這裡不清楚 不然我一直就是 朦朦朧朧朧朧初高級上完 所以說在做的比較厲害 我今天 儘量的 帶大家從台灣的歷史 然後是怎麼演變到現在 然後讓大家可以對 我們台灣的法理地位 可以比較清楚 這樣好不好 不要睡去 歷史的東西 就是比較無聊 因為 不有趣嘛 就歷史 可是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要對 台灣真正的 從以前到現在演變的一個過程 我們一定要知道 為什麼台灣現在會有東西方的文化 對吧 有什麼要過年 這都你要了解 有什麼台灣真正的歷史 這是我們做台灣人必須知道的 這是我們做台灣人必須知道的 我先來問問看 在座的各位 各位有沒有看網路來的 自己來的 就是沒有人自己介紹 自己看報紙 看網路來的 怎麼有 這班沒有 有 被人家逼來的 有沒有 有嗎 應該有嗎 都沒有 都是自願耶 都自願耶 有沒有 被媽媽逼的 被朋友逼的 被老公逼 被老婆逼 有沒有 我齁 是被逼來的啦 我齁 被我媽媽逼來的 為什麼逼來 我們每一期齁 每一班的那個學員齁 多多少少都會 有智能的 跟我一樣耶 是被人逼迫耶 為什麼 因為 大家看我的年紀啦 應該還算年輕齁齁 齁 這樣 政治能感 盡雄吧 我們這個年紀就是對政治 沒有太大的關心 對國家的地理 那個國家的地位 你也不會太過於去重視 這就是政治能感 反正 國民黨民進黨啊 他們要 怎樣天花亂罪 跟我都沒有關係 我就過我的生活 大部分 在我這個年紀 可能都是這樣 所以當我媽媽 有一天跟我講說 會我們隔壁有一個阿姨齁齁 跟她說 台灣齁齁 要多淨戶啊 你覺得相信 我 告訴我媽媽 你絕對讓人騙啦 你不要去摸黑啦 哪有可能 對不對 我媽媽說 真的啦 我跟她說得 就 就有那個感覺 好像很震撼耶 我媽齁 還不想說 她又講不出 所以我們來 她就說 沒有你喔 那個阿姨說 叫我們啊 去的 做辦公室 我們每一周 是不是都有做辦公室 叫我背去去那邊聽 我說不會 我沒興趣 你背背去 我自己去喔 我想說 他自己去 會不會被人家騙 會喔 怕被他 被人家騙更大 騙錢啊 還是騙人有沒有 我想說 好啦 我也是背去 我就陪我媽媽去 去到那裡齁 我們當時的 州長 也就是現在的知識 他就說 鬼批 這樣 說完後 我跟我媽走出來 我媽就跟我問說 欸你聽不懂 我聽不懂啦 流亡政府 我頭一次聽到 我從小到大學的歷史 都沒有學說什麼 中華民國叫做流亡政府 那是什麼意思啊 不知道 這就標準的政治能感 完全沒有感覺 我說 我聽不懂啦 我說喔 然後我說他講那個東西 好像很有道理 可是我無法判斷 他是真的是假的 可不可以參加 我說我沒有辦法 跟我媽判斷 就所以 就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之後 好險 我們隔壁的阿姨還不死心 過一陣子喔 他又來了 欸 叫你女子去上海出擊班 我媽說 他可能不會去啦 你就叫他去啦 他不是有贏嗎 我媽就說 好啦我跟他講看看 我媽就說 欸妹 你去上海台灣民政府的出擊班 我說沒有啦 我哪有贏啊 我知道你有贏 我說沒有啦 我不會去啦 你去上啦 啊那個阿姨就講的 你去上 不然你去聽聽 你再回來跟我們講說 是真的還是假 我們這苦路要去上嗎 我說不會 你去上啦 從早到晚一直給我錄啦 我跟他說 上海的就是怎樣 有效有沒有 好好好 不要吵 我去上 我就來這裡上出擊班 那是不是被逼耶 我就被逼來上 來上 你們猜啦 我上完出擊班 我相信了沒 我相信了嗎 我相信了 我相信了 我衰相信了 這樣有單身嗎 就好配耶 我就馬上相信了 而且 我還抱著滿腔的熱血 我就去跟我朋友講 然後我朋友也是我這個年紀對不對 我就跟他講 懵懵懂懂 不是很會我講的有沒有 就說整篇給他聽 說完之後 隔天 他就打電話給我 我朋友啊 我實際你 十幾年 我知道你的構成 絕對讓人騙了 換他跟我說啦 我說 你怎麼這樣說 因為我知道你的構成 你就單純 很容易相信 而且你絕對沒有上網去查對不對 我說對啦 我沒有上網去查 我就相信了 結果他就說 那我問你啦 網路上都 一大堆 詐騙集團 他就說詐騙集團啊 啊說台灣民進行怎麼怎麼啊 你怎麼不去查啊 啊 還有他上面不是 那個 就經商和平條約 第二條已經寫說 日本放棄 台灣的 民力請求權了嗎 為什麼還說 你們還說是日暑美戰 啊我怎麼回他呢 我就回答他說齁 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沒有去查 因為齁 我絕對相信一件事情有正反兩面 你看到的只有負面 是不是 我有看到正面 那我也知道一定有負面的存在啊 可是台灣民政府成立幾年了 在裡面啊 醫生律師博士說是很多 比我還要高知識分子的一大堆 他們都相信了他們會沒有問題嗎 絕對有的嘛 啊他的問題 絕對比我還要精 還要尖銳 啊他們問的問題 我直接去問他們就有答案啊 我說齁 這樣我是病毒啦 不過我感覺比你更聰明 我不用去查啊 絕對 那問題都有答案 然後我就說第二個問題齁 究竟三和平條約 已經放棄了對不對 為什麼還說是日俗美戰 我怎麼回答 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 因為齁 我才讀初級班而已 我齁 下禮拜會去上高級班 上完我再告訴你 然後我就非常的認真上課 那個我想到的問題 老師在上課 我想到的問題我都一條一條寫下來 我們那時候那個州長齁 他看到我 我就是拿著一張那個A4滿滿的問題 我幫你問 一條一條幫你問 法理啊 最後齁 他們就開始鼓勵我 你去考軍手好了 所有的答案都在 新台灣論 我看到已經有人買了齁 有童心買了 那一本啊 他就真正的寫得很完整 你有任何法理的問題 都可以從那本書上 你自己就可以得到答案 不過要看錯啦 我們的6月6號齁 有軍手的考試 這個會不會是最後一次很難講 如果現在即將要執政 如果這一次的考試 我們軍手補滿了 可能不一定會再考 所以 現在在場的各位 把握機會 能夠去考 就趕快去考 等一下我會再跟大家講齁 所以我現在帶大家來看的 就是我們的 台灣的歷史地位 盡量讓大家能夠去了解 日暑美戰的原因 來大家看看齁 有沒有看過 這一個圖 這個是哪裡 知道嗎 這個結層三塊的地方 是哪裡 歐洲人稱台灣為FOMOSA 它是一個 FOMOSA是一個美麗的意思 在13、14世紀的時候呢 他們呢 就經過大航海的時代嘛 經過了琉球、日本啊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哇哦 怎麼有這麼美麗的島嶼 原來就是台灣 所以他們就把FOMOSA 這個名字賜給台灣 那為什麼台灣會長這樣 因為 最開始的航海圖的技術 不是很發達 但是這是我們最早 的台灣的地圖 只是說他剛開始 不了解 他畫成這樣 不過長得蠻可愛的啦 這是我們最早期台灣的地圖 那大家猜猜看 我們FOMOSA 最早活動於我們台灣的 外來民族是誰 日本 日本 還有嗎 荷蘭 還有 葡萄牙 西班牙之類的對不對 剛剛馬上就有人講出答案 這很不簡單齁 因為為什麼 大部分的人 讀了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的歷史 大部分都會猜 不是西班牙 葡萄牙就是荷蘭嘛 可是其實最早活動於台灣的是 十三十四世紀就是日本人 日本人已經在FOMOSA活動 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 而且他是一直到1633年 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 他才開始停止的 所以日本至少比中國 提早了三百年以上 在台灣這塊土地 居住跟活動 那我們所認知的荷蘭呢 剛剛講到的荷蘭 荷蘭他算是第一個 比較有系統統治台灣的 外來民族 那荷蘭他來到台灣 必須每年 向日本的德川幕府 禁貢三萬張以上的陸皮 德川幕府才准許他來到 台灣這塊土地上活動 所以其實日本很早在台灣 他就已經建構一些部分的主權 所以就連荷蘭都還必須經過 日本德川幕府的同意 才可以來到台灣 那大家知道 為什麼荷蘭要來台灣 中國西方世界最喜歡 東方的什麼東西 最喜歡中國的一些什麼 瓷器 絲綢 對不對 他們最喜歡他們的這些瓷器絲綢 這些東西對於西方人來講 相當於他們的黃金一樣這麼有價值 所以荷蘭那時候他也要分一杯羹 他想說 這麼好的經濟利益 我也要來佔據 佔據他需不需要一個轉運站 轉運中國的這些瓷器絲綢 所以他那時候就鎖定 他一開始是鎖定澎湖啊 結果他到澎湖的時候 那時候的中國是大明國 他就感覺說 你澎湖離我有點太近了 我感覺這樣有點危險 所以他出兵把荷蘭趕出澎湖 那荷蘭他第二個點 他就想說我還是要選啊 所以他選台灣 他那時候選擇台灣的最主要的用意是 以台灣為轉運站 那他在台灣把台灣當作轉運站的時候 他是因為經濟利益嘛 請問他會好好的建設台灣嗎 不會齁 阿會對待台灣的人民好嗎 不會 有沒有聽過紅毛鬼子 就是在指他們齁 那時候因為他在台灣建設 在台灣立足是為了他的轉運站跟經濟利益 所以他不會好好的建設台灣 也不會好好的對待台灣的人民 而且他在這個時期 大家有去過那個淡水的紅毛城 然後還有那個台南的安平古堡 那時候他在台灣有做一個戰時的軍事基地 就是勒蘭遮城喔 就是現在的台南的安平古堡 然後還有修建淡水的紅毛城 有去玩過的都可以看 那時候就是荷蘭那時候遺留下來的一些古蹟 那在這個時期 他因為這樣子來到台灣 不會好好的對待台灣人 所以為什麼要來佔據台灣 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因為台灣當時的地理的位置 它是一個重要的經濟枢紐 所以其實在16、17世紀的時候 台灣他就已經奠定了這個歷史基礎 那我們所知道的中國呢 中國和民族 他們在這個時期喔 全世界已經打開打開了大航海的時代 他們還都不知道地球是圓的 而且還是鎖國政策 完全沒有向海外發展 這個的文化差異會造就什麼 造就以後台灣被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接收的時候 所造成的歷史事件 因為你跟他們有了很大的文化落差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台灣就已經在開發了 中國他們還是處於鎖國政策 所以到這邊 你要開始接下來你要去檢視說 喔原來我從小大大學的 70年的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的教育歷史 很多都是錯的 我們大部分都在學什麼 康熙有沒有 乾隆 庸正 這些應該學很多吧 慈禧 可是 有沒有發現 真的要你講台灣的歷史很少 可是中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哈 為什麼我們要學他的歷史學這麼多 還要學這麼透徹 所以從現在開始你要去檢視 要多認識台灣 這是我們台灣 一個大概的一個政權的輪替喔 1624年日本讓與荷蘭 1662年荷蘭讓與正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讓與大清帝國 1895年大清帝國讓與日本 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正式將台灣編入國土之一 1945年的10月25 因為日本戰敗被中國人佔領到今天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荷蘭 他來佔據台灣的時候 請問他有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原因是因為 他所有效管轄的土地範圍 大家看到 荷蘭他有效管轄的土地範圍 只有一點點 有沒有 我們從一開始可能西班牙 大渡王國荷蘭 整個有效的管轄區域 都不及於FORMOSA的圈島 所以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那荷蘭之後呢 誰把荷蘭幹走的 鄭成功 鄭成功有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也沒有 原因是什麼 大家有看到紅色的區域嗎 他的有效管轄範圍 是不是 只有這樣而已 所以鄭成功也從來沒有擁有過台灣的完整的主權 那鄭成功之後是誰 大清帝國 大家有看過這張圖嗎 沒有 沒有看過 這一個地圖知道是哪裡嗎 台灣 西半部 西半部 撤一半 為什麼 要把台灣撤作一半 啊可是我們東半部 也是我們的啊 怎麼沒去啊 這.... 嗯 高山竹怎麼沒去 這一張地圖最主要代表的意義就是 大清帝國 1683年大清帝国占领台湾 因为什么 当初1895年的时候 签订了下官条约、马官条约 是不是将台湾跟澎湖割让给日本 那在这之前 1683年大清帝国占领台湾的时候 他来到台湾的有效管辖范围 应该要急于全岛嘛 可是大家有看过那个赛德克巴莱吗 有没有很英勇 只要进入我的猎场就杀头 对不对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控制东半部吗 不只 还有因为大清帝国 他有效管辖范围 为什么只有西半部 一直到1895年 大清帝国对于台湾的领土 有效管辖范围不给予佛莫萨的全岛 仅限于六个汉人屯肯区 东半部不见的原因啊 是因为大清帝国所认知的台湾 当时 在大清帝国之前是不是郑成功 那要把郑成功占领台湾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郑成功有什么要占领台湾 反清复明 有听过吗 反清复明 当时的郑成功啊 他要有一个军事基地 他要有一个基地 来作为他的 一个据点之后 然后他要反清复明 所以他那时候才把荷兰赶走 占据台湾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好好的对待台湾人民吗 不会嘛 他也是有目的性的 而且他的有效管辖范围 就是刚刚看到的 只有一点点 那大清帝国呢 把郑成功赶走之后 当要收回台湾的时候 他想到了一点 大清帝国的皇帝啊 他说 其实我没想要爱台湾 为什么 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 整个中国还是属于锁国政策 他感觉台湾离中国很远 他感觉台湾是一个化外之地 不值得去占领 可是在我们的认知 你多占领一块土地 有差 多一块土地不错啊 有什么不错 建设要不要花钱 要 那你派人去管理要不要花钱 要 所以说他没想要花钱 可是这个时候啊 司郎就跟他建议 你哦 要把台湾占领起来 不然 台湾到时候又 第二个政策说 又把台湾占据为 反清负民的基地 是要怎么 更难办 所以他就给大清国的皇帝 一个建议 他说哦 你用班兵制度 什么叫班兵制度来管理台湾 对于大清帝国的皇帝 他感觉台湾啊 是一个化外之地 荒芜之地 我不想花钱 可是这个时候 他给他一个建议 你呀 文武官员都用三年为一任 撒尼呀 他的任期三年 然后你的家眷都不准 攜带来台湾 因为他怕你 来到台湾定居之后 跟台湾的人 又结合起来反清负民 所以他为了这一点 他把所有的家眷都扣在中国 然后你来到台湾之后 他给你规定 三年你一定要回来中国 然后呢 马上让你升官 让你不要留恋台湾 然后我们想啊 这样子 他从中国来到台湾 我们坐船啊 给你扣条差不多半年完 来到台湾定居之后 你要不要熟悉台湾的人文地理环境 你要自立一个地方嘛 文官 做一个县长 他总得熟悉这个县市吧 给你几年 了解了之后 不好意思 你存多久 一年左右而已哦 啊你还要再扣掉回去的车程哦 啊呢 请问他会不会认真的治理台湾 不会认真哦 今天我如何需努力 明天我即将离去 我不需要好好的管理台湾啊 因为台湾对我来讲 我不会留在这里啊 我的家眷也都不在这里 我不会在这里生根 而且时间给我管理治理一点都不够 我就要回去了 所以台湾啊是一个宝岛呢 物产丰饶 一年三收 然后人口又不多 那这样子的文官来到这里 他只能做一件事情啊 贪污 能挖就尽量挖啊 反正挖一挖我就回去了 我拍拍屁股我就走啦 那五官呢 师郎跟大清帝国建议 你就哦 当地啊 农民啊 无业游民啊 旧旧来台湾吗 不用开支嘛 然后 这些来到台湾就任 他们的 班兵制度一样 也是三年为一任 那请问会不会好好对待台湾的人 不会哦 就这样的文武官员 来到台湾 能够搜刮 能够贪污 就这样 知道大清帝国治理台湾多久吗 212年哦 这样有久吗 212年足足可以 好好的建设台湾 可是他们还有一个政策 台湾不足成 我们管理一个地方 要不要盖个县政府 什么也要去吧 台湾不足成 我就是不要花钱啊 所以说哦 我连县政府都不要去啊 那有厉害吗 即使经过了212年的大清国统治下 台湾还是非常的落后 这就是 现在一般外面人 所谓认知的祖国 很多人是不是都觉得 中国是我们的祖国哦 可是212年 他是这样子对待台湾的 不知道哦 所以台湾的 亚洲奇迹 经济四小龙 亚洲四小龙 经济奇迹 从哪里来的 不是从大清帝国时代来的 是从日治时期来的 所以因为他不想要花钱 所以他也懒得去征服东半部 因此他的212年当中 他的有效管辖范围 不给予福尔摩萨的全岛 因为要跨越中央山脉 他连这个利器他都省了 所以一直到1887年 他才完成台湾的建省 换句话说 大清帝国在占领台湾 FORMOSA西半部的时候 204年他才宣布 将台湾并入 大清帝国的版图 那请问 并入大清帝国的版图 成立吗 大清帝国就是中国 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有效的管辖范围 有基于我们台湾的全岛吗 没有 只有西半部而已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台湾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中国 我们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中国 即使他管理了212年 我们也没有属于过他 因为他完全没有建构过 台湾完整的主权 大家了解吗 但是 我们会有错误的认知是因为什么 我们被影响了什么文化 我们最早期啦 属于台湾 真正台湾的文化 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平埔族 还有高沙族 我们平埔族跟高沙族 我们最早的文化是什么 以女性为中心 我们 拜物教 我们没有族姓哦 没有祖先哦 我们没有祭祀祖先哦 没有文字 没有书 我们只有这个 代代相传 灵魂不灭的传说 传说就是口耳相传 哦 爸爸妈妈跟我说 我又跟我姊儿说 我姊儿又跟孙儿说 这样 这是文化 所以呢 这会造成什么 我们很容易被外来的民族统治 因为我们没有制度嘛 我们一个部落 一个部落之间 文化不太相同 语言不太相同 但是他们没有统一 你一个完整的国家 你要有 共同的语言 文化 你要有书 你才有办法建立制度 可是因为台湾为什么 荷兰 正成功 大清帝国 为什么一直都这样子 很容易被外来的民族统治 因为我们台湾 从来没有建构过一个 完整的国家 可是原本属于我们的文化是什么 我们只有代代灵魂不灭的传说 那有没有发现 一个国家 三月十二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不是有开一个记者会 我也有去美国 那我去到美国的时候 你们去到别的国家 是不是都会发现 他们有 美国都是姓什么教 大部分 基督教嘛 天主教对不对 可是呢 反观台湾呢 台湾姓什么教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什么教都有吧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现在 跟你问 你有感觉奇怪吗 为什么 人家国外的文化 很统一 有没有 日本他们就是拜那个神社 有没有 然后美国 基督教 天主教 可是台湾 为什么这么多的教 奇怪 那就是我们台湾的历史 我们最早是被荷兰统治 荷兰统治 他虽然把台湾当作一个利益的转运战 可是他有一个通商的重点啊 他就是在传教 他当时把很多高沙族的长老 都让他们信奉基督教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高沙族大部分都是信仰 基督教 所以这是 我们有一个西方的文化 东方的文化呢 我们刚刚讲大清帝国 占据台湾多久 212年 很久的对吧 所以影响了 影响了文化 我们接下来 要吃肉粽了吧 对吧 肉粽是什么 端午节 春节端午节 中秋节 真正的节日 所以台湾民政府啊 我们有讲 台湾民政府执政之后 我们要将 东方跟西方 最好的文化 最好的制度 都拿来用在台湾 好不好 如果说我们一直烧金纸 会污染大气层 我们想要台湾能够回复一个美丽的 弗洛莫萨之岛 我们改成鲜花济世 是不是也不错 我们可以将东方跟西方最好的来运用在台湾 包括我们现在台湾民政府的组织架构跟制度 也都是这样 我们结合了美国日本最好的制度来运用在台湾 包括以后的文化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开创啊 有没有这样的期许 这是做得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 我们原本的 原本的这些习俗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台湾民政府不收红白包的文化 这样不错啊 以后都不用背队 那是背队嘛 这样比较好啊 所以我们最早期贫朴族高沙族 我们最早的 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 就是代代相传灵魂不灭的传说 所以被荷兰统治的时候 基督教啊 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 节日都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这样啊 集体潜意识的文化 它会造成什么 很可怕呢 你看我们现在 每一个人的脑袋里面啊 刚开始你们在接受 来到这里上初级班 我想应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一开始应该 都没什么相信对吧 也有那种很单纯的啦 一说都相信嘛 可是在人跟你说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说 你在嘻笑 应该会这样感觉吧 你在嘻笑 这就是啊 我们一直都不相信 台湾人可以变得更好 你觉得我们就是因为 哦 我感觉这样 生活就不错啊 那有可能还好 不可能 大部分都是这样觉得 而且都觉得说 我们的主线就是中国啊 有什么不是 因为你不了解台湾真正的历史 所以要跳脱哦 大家有看过这张图吗 有没有看过 没有 1895年的时候 大清皇帝正式将台湾跟澎湖 永久搁让给日本天皇 他写的是什么 大皇帝陛下跟大皇帝陛下 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的 皇帝跟皇帝签的条约 这里有写一个 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 澎湖列岛 北纬什么什么什么 哒哒哒哒哒哒 哇 这个看起来 有没有觉得这个看起来很像什么 土地权壮 有没有 有没有像土地权壮 1895年的时候呢 我们跟日本签订了下官条约 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马官条约 这个条约的签订 就是土地权壮 将台湾跟澎湖永久搁让给日本天皇 从这一个条约一直到现在 没有任何一个条款 有在将台湾跟澎湖给搁让出去 没有任何一个正式的条款 有在签过一张土地权壮 所以台湾到现在的领土主权 还在日本天皇的手里 我们跟外给日本天皇之后进入什么 日治时期 可是啊 讲到这里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个疑问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那你们台湾民进入的讲师都说啊 日本人啊对我好对我好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面 好像我们有抗日哦 有没有 是不是有物色事件 还有一些事件 好像有跟日本抗争 你说他们都对我们很好 其实日治时期它分为三个阶段 大概前期大概是差不多二十几年 然后中后期差不多三十年左右 前期的时候啊 一开始接收台湾的时候 它是五官后腾心平 他一开始来台湾哦 他用殖民式的科学主义 强硬式的 为什么 有看到这个吗 这是什么 我说得很顺利 这句话我误了 这句话误了 这句话误了 我是真正的台湾人 我也是 受到那流氓政府的 中华民国的教育苦读七十年 所以说台语吃不忍 我可以给他拖吗 我现在有在误了 我有很认真在误了 这是第二个道菜的 我们的啊 台湾人啊 用第二个道菜的 跟他打 跟日本打 跟他赢 有可能赢 你感觉有可能赢 不赢 可是啊 我们刚开始被日本接管的时候 后腾心平他接管的时候 日本并一来到台湾 死了三四千人了 怎么死的 有人知道吗 是帝国大菜都赢的吗 该赌死的 不可能 想不可能 因为穿了 对吧 是怎么死的 三四千人这么多人 因为 不是 病死的 为什么病死 两百一十二年大清帝国统治下的台湾 有多脏 你给你看看 两百多年 脏到那个日本一进来不是水土不服 是马上祸乱什么就生病死掉呢 所以那时候 他怕到 这个五官 怕到 让你台湾 有到落后 还这么落伤 非常的脏 而且因为他台湾不足成 完全不想花钱 不想建设 所以台湾就是 这么落后 所以他那时候呢 没办法啊 他必须要 治理台湾 可是他有赋予台湾一个 是可杀不可辱的一个台湾民族的一个技术 所以我们台湾人的这个 好战民族的这个血统 一直遗留到现在 所以当日本 他就问 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他询问 诶 我发痕 台湾啊 跟澎湖哥给我 可是 他大清国他好像只有 治理过西半部 东半部都没了 那我要怎么 可是他台湾哥给我啦 那要怎么 美国告诉他 你要像我们美国征服印第安人一样 用武力征服 你才能拥有台湾完整的主权之后 才能建立完整的制度 跟建设 因此就有我们记忆中的抗战 可是他一定必须得武力征服 所有的部落之后 统一之后 他才能够下达指令跟命令跟建设 统一的语言 所以 我们觉得他好像很可恶 可是 他有过 有没有功 有功耶 我问一下 在场有办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请举手 蛮多的 那请问你们去办身份证的时候 有叫你们申请什么 互籍等本 什么时期的 阿公 爸爸妈妈 是不是日治时期的互籍等本 为什么是日治时期不是大清国时期 那为什么不申请大清国时期 因为大清国时期根本就没有户籍腾本啊 在后腾心平的这个时期 也就是日治时期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户口普常的动作 给你们家家家户户 你们家有跏彼繡旅的人 都采级 Tan 到现在我们都还在沿用日治时期的 户籍腾本 那是因为 一个有心治理跟一个 没心治理的差别 阿武 witnesses 他做了什么 户口普常 医生 盖一大堆医院啊 有感觉 你们台湾真的很浪费 所以 生物学 科学 农业 工业 卫生 教育 交通 警察发展 做了非常 多的建设 所以我们到了 1904年的时候 台湾的财政已经可以完全自主 不需要中央补贴 甚至 台北的下水道覆盖率 已经是亚洲的第一 这样有厉害吗 亚洲第一从原本很落后 马上就变成亚洲第一 那有厉害喔 可是 不需要中央补贴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存在 荷兰 郑成功 一直到大清帝国 我们都有讲 他们在台湾 都是有目的的 他们都没有花钱 不想要建设台湾 所以台湾 就是落后 因为建设要花钱 当他 日本来治理台湾的时候 他一开始有花钱 有投入 可是1904年的时候 台湾已经完全不需要日本再来补贴我们 我们可以自给自主 建强了 可是这时候是代表什么 日本有眼光 台湾是一个宝兜的 对吧 物产丰饶 一年三收 鱼米之乡 不但什么 可以自给自主 还可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的大米仓 要有厉害吗 但是 中国他们没有眼光 不知道台湾的潜力这么好 所以当他们发展台湾 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他们发现台湾真的 不错了 那我们到了中后期时期 政策180度的转变 换了文官 田建智郎 还有当时的首相袁静 他们那时候就说 台湾真的不错 我们把台湾纳为 我们日本的国土 好吗 好呢 大米仓耶 宝岛耶 所以他这时候做一个什么 内地延长主义政策 日本琉球 然后台湾 这样抗起来 改变成 日本的国土 所以 依照万国公法 跟国际战争法 你要把 一个殖民地 变成国土的时候 他有一些规定 你一定要有同化政策 共同的语言啊 所以我们早一辈 是不是有学 日语 然后呢 让台湾人 如日本人一样 效忠天皇 你要有一样的 信仰啊 效忠对象 然后日台共学 还有 好好的建设台湾 大家知道八田与一吗 有 知道这个人 台湾为什么 现在会变成 鱼米之乡 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功劳 一位深爱台湾的日本人 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功臣 他呢 就像这样子 乌三头水库 有起过吗 他就这样吐了 然后看着台湾 他就想说 我要怎么样 让这些 稻田 这些 这些这个地方 我可以让 这个水啊 可以像 蜘蛛网这样子 绵延数万公里 然后这样子去灌溉台湾 因为台湾的气候 非常适合种东西 所以 这样子的 土雷土雷 有没有 造就了什么 台湾嘉南大郡 乌山头水库 台南水道计划 桃园大郡 甚至乌山头水库 成为什么 世界第三大的水库 世界哦 还不是只有亚洲而已哦 那有功不 这代表 我们当时 在日治时期的时候 日治时期 多久 五十年而已 他奠定了 台湾的经济基础 亚洲四小龙的基础 这些建设 让台湾当时的文化素质 跟所有的建设财政 跟中国比 完完全全超乎 绰绰有余 那你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建设 知道日本在建设台湾的时候 一个建设蓝图 差不多都画几年 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知识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大概都有个十年建设嘛 二十年建设 对不对 日本的建设蓝图 没有十年二十年 一画都一百年 台湾到现在 还有很多的建设工程 都沿用日治时期的 建设蓝图 所以大家 有没有想过 我们哪是呀 没有被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所统治 台湾现在应该 不然这样 我们应该会很进步 很先进 不只只有这样 没钱就在外面的 挖马路 对不对 所以当时呢 奠定了台湾多少的经济基础 交通运输方面 南北的正贯铁路 港口 邮轮 机场 开发全台的电力 水力发电 火力发电 资讯传播 有没有看到这些建设之后 就觉得 台湾好像 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 所以当 中华民国 还没有成立的时候 台湾的发展 就已经比落后的中国 中国进步一百年 一百年耶 这样有差吗 各级行政司法 机关警察系统 护政系统 农会金融财政 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也是很重要的 他让所有的人 都有一个文化素养的时候 请问 现在要叫你马上在这里 路边大小便 你敢做下去 做不下去 这就是一个文化水平 一个文化素养 这就是一个差距 有没有看到这些学生 他们跪着在干嘛 读书 我们现在都可以坐着 还有冷气可以吹 可是他们这时候 培养了一种 武士道的精神 有没有 很整齐 培养了一些 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 我看到这些学生的头发 很整齐吧 鞋子 我看到这一张的时候 我妈跟我说 诶 他们都有鞋子穿了 我小时时 打擦时时 还没有鞋子穿了 我说 你小时时 打擦时时 是当时 他说 差不多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没有没有 四十几年 我泄露我妈的年纪 然后 我 这个重点是在 我妈 她是在日治时期之后 读书嘛 对不对 然后日治时期的时候 有鞋子可以穿 然后日治时期 结束之后 是谁的时期 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的时期 结果没得到情 代表了 这个时候 经济 是稳定的 等到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 接管台湾的时候 经济 走下坡 是不好的 妻子走下坡 很多人 饿死街头 这是就可怕的事情 这张呢 是 在台湾 成立第一所 日本那时候 时期 成立第一所 那个台湾人 就读的小学 然后他们跟 日本的小学生 打棒球 打赢了 然后合影流念 那它又代表什么 穿的饭 吃的饭 吃的饭 穿的饭 吃的饭 打棒球 对吧 你一定是吃得饱 穿得暖 然后呢 才有力气去发展 其他的事情 休闲娱乐 我们那个时候 陈陈坡 很多人认识他 他在日本的地展 入选 有没有看到 还蛮美丽的画 所以呢 台湾那时候的 经济 是非常的稳定 人人有工作做 有书读 有饭吃 品质好 然后可以打棒球 可以画画 他可以培养多少的 艺术家 讲师 老师 医生 律师 博士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他是怎么死的 后面会讲到 有没有看到这张图 1895年 大清帝国 212年 统治下的台湾 日治时期 50年 改正后的道路 这样有差吗 差很多 这样你还觉得 他是我们的祖国 对我们很好吗 日治时期 50年都这样 这是因为 70年来 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 给我们的教育 一直叫我们仇视日本 为什么啊 为什么我们要仇视日本 明明我们台湾人 现在可以有的生活 都是从日治时期 的时候来的 所以历史科本 是可以捏造的 教育 给你灌输的观念 终于哦 我们的日本天皇 他有一天下达了诏书 1945年的4月1号 他颁布了明治宪法 从此台湾成为日本 不可神圣分割的领土之一 大家看到这个是哪里 日本 这是哪里 台湾 这是日本的地度 在这一天 他我们的日本天皇 颁布明治宪法之后 成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个意义是什么 我们有一个案例 之前我们是不是有看到 签订下官条约 签订下官条约的时候 那时候 大清帝国是不是将台湾 跟澎湖割让给日本天皇 可是还多割了一个地方 辽东半岛 那辽东半岛这时候 就有三个国家出面抗议 稍等耶 辽东半岛 不可以挂给你日本哦 为什么 因为当时辽东半岛 在满清那个时期 叫做满清的起源地 奉天 他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不可以割让 因此 日本遵照了 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他跟 大清帝国又签订了一个辽南条约 再将辽东半岛割还回去给 大清帝国 所以当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候 可不可以被割让 不行哦 除了不能被割让之外 刚刚是不是有看到 我们的土地权状 从那一个土地权状一直到现在 也没有再牵过 任何的土地权状 有再将台湾跟澎湖割让出去 所以台湾的领土主权还在 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当时呢 完全合法 他除了拥有 有效地控管了台湾的 整个范围的领土 拥有台湾主权之后 他依照 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下达了 征兵令 然后赋予台湾人参政权 因此 在这一天颁布宪法的时候 台湾就正式成为 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那现在 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 休息十分钟好不好 好 谢谢 我们下一堂课再回来